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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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一剛開始就是 大概三年多前 就是我跟我 火棒 我一起就是 兩個人都有自己 原本都有自己的政治工作 我是做設計 那他是做咖啡館工作 那時候就是 兩個人都很喜歡音樂 所以想要去日本聽音樂記 就 為了專外快 就一起發想這個品牌 那就負責食物的甜點的味道 然後就負責整個品牌 形象的包裝 那後來做到現在之後 我們就都辭掉工作 就是全新投入在這個 CAMMA上面 其實CAMMA當初有沒有 有特別想要它有什麼意思 因為就是 我跟我一起一起 創立這個品牌 就是需要一個名字 那我們就把我們之前 沒幫我們想的名字 就是 就叫CAMMAMA 那後來我們的客人 就有幫我們想一個很好的解讀 就是說 就是因為我們甜點很好吃 所以吃的時候就會想說 可以再吃一塊嗎 然後我們都很喜歡這個含義 這樣子 就是因為 講到最一剛才的注重 其實就是 我們真的很喜歡音樂 也就是我們在做工作的時候 做廣民的時候 也都會幫我們自己喜歡聽的CD 那我們去過各式各樣的地方聽 聽表演 可是從來沒有在廚房這樣的環境看表演 那 你看到小屋計畫的時候 我們就 想說 那如果可以讓大家來到我們這個環境 用這樣的環境 給大家 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像這次的光影集 和週週八月 就是我們聽過 我們就非常喜歡 這兩個團體 所以 就是很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 就是這樣 魚翁得利 我們也可以在這邊 就是聽到這樣的表演 那就很希望那一天 可以給大家一個舒服的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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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